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荣誉的奖章 今天早晨,都学官来我们学校发奖章 他是一位绅士,留着白胡须,穿一身黑色的衣服 快下课的时候,他和校长一起来到了我们的教室,坐在老师的旁边 他向几个学生提了几个问题之后,就把一等奖的奖章发给了戴洛西 在发二等奖的奖章之前,我们听见都学官跟老师和校长低声的商议了一番 谁会得二等奖呢,我们都在想 这时,都学官大声宣布,得二等奖的是皮特罗·普莱可西同学 他在作业、功课、书法、操行以及其他的各个方面表现得都很好 这个二等奖他当之无愧 大家纷纷扭过头去看普莱可西,鼓掌祝贺他 普莱可西站了起来,慌得手足无措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孩子,到这里来 都学官说道 普莱可西离开座位,来到老师身前 望着他那苍白的小脸,瘦小的身体 还有那双温和而又寂寞的眼睛 都学官的眼睛里充满了恋爱 他一边认真的把奖章带在普莱可西的肩上 一边用饱含感情的声音说道 普莱可西,这枚奖章应该属于你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勤奋和热心 还因为你的善良,你的勇气,你的孝心 都学官又面向全班的同学说道 亲爱的同学们,普莱可西有足够的资格获得二等奖章 是啊,他有资格获奖 大家齐声说道 普莱可西用那双温顺的眼睛望着大家 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感激 好的,你回去吧 都学官摸了摸普莱可西的头 说,你是好样的 放学了,刚一出门 我们看见休息室门口站着一个人 原来是普莱可西的父亲 那个铁匠 像往常一样 他脸色苍白,表情阴沉 老师也看见了铁匠 就在都学官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都学官立刻找来了普莱可西 拉着他的手向他父亲走去 你是这孩子的父亲 都学官问铁匠 不等铁匠回答 他又接着说,我真为你高兴啊 你看,你的儿子这么优秀 他的作文,算术和其他几门功课都很好 他获得这枚奖章实至名归 这孩子很聪明 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出席 他也很讲信用 别的学生都很尊敬他 我真替你感到骄傲 铁匠呆呆地听着 等他缓过神来的时候 他先是看了一会儿都学官和校长 然后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那孩子正低着头 他一句话都不敢说 吓得发抖 铁匠仿佛明白了 这个孩子这几年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累 而这个孩子又是那样的善良 坚强 铁匠一把将儿子抱在怀里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我为波莱可西能得到奖章 而感到十分高兴 我邀请波莱可西和卡龙 克洛西星期四一起来我家玩 其他的同学也为他感到高兴 大家走到他面前 有的送给波莱可西一个亲吻 有的摸摸波莱可西得到的奖章 这时 波莱可西还在那里哭泣 这是幸福的眼泪 他的父亲紧紧地搂着儿子 感谢观看